哈喽大家好 我是刀圈里的小学生志远航 今天咱们来户外介绍一把我超爱的刀 因为我跟这把刀真的是很有缘分 在18年的冬天 我跟那个居南去拜访了这把刀的设计者 他们当时是要录那电视台的节目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在那里录 然后那刀刀刀刀刀刀刀 我也听不懂 我就在旁边拍照玩这个刀 这个刀它的原型版本 就是手工的设计者的那个版本 它是这种定制的手柄 三色的手柄 但是刚才不是OU31 居南后期的生产是OU31的 原来的话是一个SPG2版本的 我个人认为的话 橘纹还是更能够代表居南的一个特色 更漂亮 更有品牌的认知度 它那个最初的做的原型版本的SPG2 那个钢材可能是因为那个配色不太好呢 还是怎么着 因为它用了一个迷彩颜色的KCHO 我感觉挺奇怪的 一会我会把那个图片贴上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把刀的设计师是一个丛林户外生存的一个专家 他非常非常专业 他整把整个出去玩都会去带刀 像这样的一个人挺厉害 然后他的一个标志性的特征 是戴一个竹子做的那种帽子 算什么呀 斗笠吗 就是咱们南方可能会有戴 我们北方就没有见过那种帽子 挺有意思的一个人 挺有意思的一个人做出来一把挺有意思的刀 这个刀的话叫北欧刀的Bushcraft 就是咱们户外生存最常用的刀 其实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出门的话 不带那种特夸张的那种刀 因为这种小刀的话 它能够完成大部分的工作 咱们不论是切割 穿刺 剁点东西都行 如果说我非得劈点什么东西的话 你可以背敲 咱们可以把这东西放到被劈砍的物体上 在后面拿一个木棒 背敲它 一样是能够完成那些大刀要完成的工作的 这把刀我们来看一下它重心 重心就在这里 完美 就是完美 整把刀你在手里操控特别舒服 来看一下尾部 带一个破窗器 一体龙骨 三色的即时手柄 居男的K气 听这声音再来一次 就像子弹上膛 就像大计关门 爽 不晃不摇 轻松推 有那些翘做的是确实挺结实 但你推 推不开 居男的绝对不存在的 非常非常棒 然后一把刀灵魂 我有点紧张 一把刀的灵魂 根本停不下来 爽 太爽 太爽 OK就这样吧 这只野锤就到这里 是的 这个型号叫野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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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styleней锤 什么时候种诚意